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里行的巧克力 巧克力现在是位于湖北恩斯的立川寺 昨天是在这个小院里面住的 那今天本来是要去青江古河床徒步穿越 但由于今天下雨了 而且这个雨还不小 我的装备不足以抵挡这场雨 如果说去里面扎一天晚上帐篷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可行是可行 只是到时候可能会稍微比较狼狈 有时候还想体验一下那种狼狈 但出于队友他们的考虑 可能就是还是不去冒险的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休息一天 顺便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房间 不知道是哪里传进来的光 就是一货亮一货暗一货亮一货暗 本来就对这个房间有一点那啥恐惧感 结果弄得我更加睡得不好 但是在这个雨天看起来这座房子呢 又感觉有别样的感受 今天白天看着好像也没有那么诡异了 昨天可能天气还有低感觉的问题 在这里有一种大宅热的感觉 我的队友他们已经开始在弄菜了 看一下有怎么样帮忙的 那是云哥带过来的浙江的年糕 我们那边是车尾米豆腐 其实跟他这种做法差不多的 只是颜色稍稍有点变化 你这样去扣 你这样去扣 你啊 还是在我吃饭 我刚才扣 我帮你来吧 我帮你也太硬了 你切的怎么这么轻松啊 哈哈哈 其实这个年糕烫火锅呢也挺好吃的 就是特别爱粘锅 这切法我真的是 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切 就这样吧 看着这雨我真的发愁了 徒步应该怎么办 就在这里休息好几天吗 也不能啊 好了我们的菜出来了 一人拼了一点 阿姨他们拼了点 他们家的腊肉香肠 然后我们买了一些 火锅就成型了 然后在这边 他们的碗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小朋友问我 为什么不拿碗 只是我的碗有点不一样而已 笑死我了 你咋这么可爱呢 一点辣椒都不能炸 那你吃这个办法 一点辣椒都不能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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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辣椒都不能炸 我妈现在刚刚那样子好不好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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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面里的 我肚子小肚子 小肚子出来了 快点快点 快点小肚子出来了 我不要 刚刚他跟我牵着手 聊了好多好多话 你说你刚才 你说你刚才在小伙伴那儿 吃了三个红薯 嗯 用方言说 我不要 好吧 小孩子原来面对镜头也还害羞 昨天晚上我就是房间那个灯 终于找到原因了 它外面其实是一个感应灯 那个雨滴一滴 它就 闪 一闪一闪的 到底有没有鬼 没有 你确定吗 确定 那你刚才说有啊 我刚才上个厕所 上个厕所 我都以为那个厕所 有手扯出来了 对 用故意 出来了 那种 你晚上十二点下来 为什么十二点下来 为什么十二点下来啊 你看 他不画 能看到什么呀 你感觉 你会感觉你旁边 你会感觉你旁边 和你后面有个手摸你肩膀的 但我晚上十二点摸你好不好 晚上你别忙摸我 那晚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睡 我不给你睡 从吃饭到现在 然后一直开始拉着我 跟我进行各种讨论 各种争论 各种复说 你就是个睡睡恋 你在世 你在世 好吧 这个下雨天呢 因为有这个小女孩 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等天气稍稍好转一点 再出发 又开始下大了 这边 这边 有个大事 有个大事 Rv 每个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